专注于一件事,成为顶尖人物,不要分心做事感情亦是如此。 这个故事从一根羽毛从天文降开始,讲述了阿甘的生活。 阿甘出生时没有父亲,有母亲独自抚养长大,智力低于一般人。 和驼背很严重,为比打招呼。 但是母亲对她说没有人比你更好。 如果上帝是公平的,她会给每个人一个支撑。 我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哀叹天堂的不公,还意味着教她提高自己。 和其他孩子一样,我认为这部电影有两条线索,羽毛和珍妮。 随着羽毛落在阿甘身上,她们被添加到书中,向公交车站讲述她们传奇的生活。 我认为这是一件想先被提升和压制的事情,或者我越走近阿甘,我越了解她背后的故事。 我越不认为她和普通人一样,她甚至可以作为一个传奇。 除了珍妮,所有人都拒绝了校车的入学。 这样,女人也是进入阿甘世界的线索。 在电影中提到的词语中,她们就像天平和法码一样不会分离。 在追求三个孩子的过程中,阿甘打破了束缚她双腿的枷锁。 在我看来,这更像破茧成蝶。 就这样开始了跑步。 跑步也可以为这部电影提供线索。 由于她们跑得很快,她们有机会进入大学足球队。 因为大脑缺乏根弦只知道匆忙,不会造成伤害,甚至被总统接见了。 这似乎是另一个线索。 珍妮,我想我是因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拍摄曝光的封面杂志,然后被学校开除了。 走进一个小剧场,弹吉他,裸体唱歌。 阿甘,即将离开学校参军。 去剧院和珍妮告别。 我遇到了一个喝醉了的清服的珍妮的男客人。 阿甘,两人道别。 珍妮飘泊不定。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剧院肯定不能留下来。 参军后不久,她被派往越南。 我遇到了一个狭家庭的朋友,她总是谈论虾。 并同意在战后会面,购买船只和补虾。 还有中卫排长,越南遭到袭击。 阿甘就出了几名战友和打断她腿的中卫。 但是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好朋友。 在越南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我在医院里练习乒乓球。 因为专注,我更喜欢说专注。 好球。 甚至代表美国和中国打球。 再次,我在这里遇到了流浪的珍妮。 这时,他们遇到了反对越南战争和黑人战争的黑豹党。 聊了一夜并给珍妮颁发了军徽后,他们又分手了。 阿甘和一名中卫一起庆祝新年,这名中卫不能接受他受伤的腿,整天喝酒安慰自己。 中卫开除了那个说阿甘愚蠢的舞者。 我想这意味着他明白了。 阿甘遵守了他的诺言,买了一艘渔船,但没能钓到鱼。 中卫来到镇上,不管你怎么努力,你都抓不到鱼。 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出现了。 在一个暴风雨的雨夜,中卫尖叫着要风和鱼打在围杆上。 除了珍妮号,所有的船只都被摧毁了。 由于暴风雨,虾被卖掉了。 阿甘买了15艘船,成了百万富翁。 不幸的是,阿甘得到了我母亲癌症的消息。 不久,阿甘母亲因病去世。 阿甘得到了最后一刻。 时间到了。 I advise my term。 同时,珍妮无法忍受生活的压力,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我想跳楼结束我的生命。 毕竟,没有采取这样的步骤。 收拾好你的东西离开。 回到镇上,和阿甘住了一段时间。 阿甘说他想娶她,觉得自己不配阿甘,于是离开了。 我想这是因为病毒已经被检测到了。 但只是为了怀上阿甘的孩子。 从那时起,另一个奇迹已经持续了两年零几个月。 有人问他为什么。 为了和平。 为了环境保护。 不。 都没有。 因为我想跑。 据说,既然你已经从镇上跑到街上,你还不如跑得更远。 既然我们已经到达了海洋的尽头。 最好跑到另一边去。 这样,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向前跑,不要问前面的路在哪里。 我想珍妮看到了阿甘的留言,并给出了阿甘的地址。 从收集阿甘的美妙时刻来看,她仍然非常关心阿甘。 从之前关于珍妮的片段来看,珍妮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忙碌但充实的生活。 突然一个孩子出现了。 我忍不住搭便车。 我认为这是一个惊喜,并关心清理。 出乎意料的是,这是因为我非常爱阿甘,也是为什么我还有孩子。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仍然深爱着阿甘。 这孩子是阿甘的。 我又不明白了。 阿甘正处于悲伤的状态。 仔细想想,然后回头看。 似乎明白,是怕像自己。